今天上午一早是到了南港国小参加校庆活动 和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不过外界持续在关注时安风暴保龄案 在理赔的部分 国泰产险已经确定会做出高额的理赔 而大时代广场投保的新安东京产险 也贴出了声明说明履行赔偿的条件 手拿粉色魔法棒和小朋友一起蹦蹦跳跳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南港国小百年校庆 脸上笑容恐怕是强颜欢笑 因为市安风暴保龄案还在处理阶段 被问到关键果条是不是要全面禁用 才能让国人安心 蒋万安不认为 虽然国条全数验出阴性 不含本次致命的米酵菌酸 但是各界仍然有疑虑 民进党议员何梦化还现身 再次要求蒋万安专案报告 那我们台北市最近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事件 赶快尽速来给我们一个报告 让所有的市民交代 不要再让蒋万安继续的来逃避 事件要善后还有保险问题 主办圆柏集团综合责任险的国泰产险 经过北市府的约巡 已经确定依相关条款做高额理赔 另一头台湾大时代广场投保的 新安东京产险29号发出声明 提到若发生食品中毒事件 依法应由台湾大时代餐饮公司负责任赔偿 而受赔偿请求时 新安东京会就超过自付额部分之损失 在保险金额范围内一约定履行赔偿 中毒案至今已经累积25例 还有两人丧命五人重症 后续事宜还有待抽丝剥茧 主义厘清 记者我请你领寻听台北昌报道 保龄查试相关的死亡还有重症个案 体内都验出了米酵菌酸 不过其实米酵菌酸只是翻译名词汉米 没有直接的关系 至于产生米酵菌酸的糖昌浦伯克氏菌 其实早就存在台湾环境 二十年以上 只是并不会分泌出米酵菌酸 大火拌炒瓜调红洗菌 蔬菜炒出大锅香气 淋上特支黑酱油口感更丰富 保龄查试食物中毒案 几乎所有个案都吃上这盘炒果条 死亡和重症个案中也都验出 国内首建的米酵菌酸 但现在不只听到国条河粉 文字色变 连台湾的稻米也被卷入 就是因为这个米酵菌酸 罕见毒素名称有米这个字 农粮署澄清米酵菌酸与米并无直接相关 国内稻米都是加工过程 未经发酵 加上收获后半年内就会销售一空 不会保存过久 产生污染 而且连选者也认为米酵菌酸应该改名 专家认为果条并非纯米制作 有添加玉米淀粉 也未曾在纯米制作的米食 发现野毒亚形 因此不论称为米酵菌酸 还是野属酵菌酸 追溯源头就是来自 唐昌普伯克氏菌 农业部发现台湾环境 早就存在唐昌普伯克氏菌 至少超过二十年 土壤枯枝落叶都可找到 但并不会分泌米酵菌酸 因为唐昌普伯克氏菌 有许多病原型 这次检测到的就是野毒亚形 原型不会产生任何的毒素 那可是在第四型的 就是这一次引起中毒的 这个食物传播型的病原菌 不过目前果条 十九项食材检体 都是呈现阴性 卫福部也将检验保龄茶 是其余食材 调味料 现场环境 不漏掉任何蛛丝马鸡 记者刘昌普林世达台北报道